鸭子的鸭子 朋友们你们好 有些朋友说我给鸭子做了疫苗 表面上看起来精神也还不错 但是它就是不喜欢飞 有时候躲在鸭棚里面不出去 即使出去了也只是飞几分钟 就回来了还有的是乱落出去了 乱落到别人的方向上不回来 吃的适量也还可以 但是怎么也长不胖 确实长不好 看着你始终不如意 始终感觉这个鸭子不怎么如意 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就跟朋友们说一下 如果出现上述这样的症状 可以说你鸭子的起立虫要做清理了 因为我们的小鸭子开始加飞 也有一段时间了 一般给朋友家的鸭子 现在小鸭子各年呢 早的也有两三个月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给鸭子做 体内外虫的清理了 不但要做体内虫 也还要做体外虫的清理 体内虫究竟包括哪些虫呢 它有条虫,线虫,边虫,毛细虫等等 体内虫呢 它有鱼尸,肩蛮,跳骚 体内虫和体外虫对鸭子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体内虫是鸭子光吃不长肉 因为它吃的营养了 全部被体内虫摄取了 体内虫呢 它来引起鸭子的搔痒 还有呢 自己捉自己的羽毛 体内虫,体外虫不做清理 它会直接影响到鸭子的鱼质 鸭子的羽毛会出现粗糙 容易断裂 朋友们不要小看这个体内外虫的危害啊 体内外虫的危害 它造成的营养不良 免疫力下降 抵抗力下降 超乎你的想象 有的朋友说我家的鸭子 什么都正常 精神也正常 但是放出去它就是不配 放出去它就是喜欢乱络 你的体内虫 体外虫 及时清理了吗 精神虫对鸭子究竟有什么危害 现在我来说一下啊 它对种鸭又鸭 全部都有危害的 它对种鸭的危害呢 有哪些 磁鸭产氮质量的下降 熊鸭的性欲降低 鸭子新陈代谢功能下降 消化不良 体质削弱 甚至停止繁殖 它们作业出来的小鸭子 质量降低 出现僵鸭 甚至死亡 胆的披胎 发育不良 出壳困难 或死在阔中 即使能出壳 也长得非常的缓慢 幼哥有什么危害呢 幼哥呢 发育缓慢 体质消瘦 乱飞乱落 甚至 丧失飞行能力 也有可能会引起死亡 由于体质较差 抗病能力降低 容易诱发 各种疾病 那么对我们打比赛的鸭子有没有影响 肌变 腊绿变 这样的鸭子 你想它在比赛中 能飞出好成绩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鸭子寄生虫的防治 包括体内虫 体外虫 今天我就分享一下 寄生虫对鸭子有哪些危害 但愿能帮助到朋友们 再见